大家好,我是乔乔妈 这期视频我们做绿豆凉粉 直接用绿豆淀粉来做 锅里加5.5杯水 一杯绿豆淀粉 水和淀粉的体积比5.5比1 搅一搅就没有淀粉颗粒了 一点点碱面 一点盐 先大火加热 找一根擀面杖来搅 搅动的效率高又省力气 特别是一会儿变粘稠之后 顺着同一个方向角 注意观察 当水里开始出现这种半透明的熟淀粉块的时候 立刻转小火 之后很快就变稠 加快搅动 让淀粉受热均匀 垂下来能形成一个边缘不太清晰的小堆就做好了 盛到小盆里 做凉粉的原理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的淀粉糊化 加热好的淀粉会在冷却后 自己形成凝胶的状态 因此不需要额外的凝固剂 震两下 抹平表面 直接放到凉水盆里 大约半个小时完全冷却就能吃了 放冰箱冷藏的话 凉粉会变硬影响口感 用冷却的时间我们来熬红油 我们需要新鲜的香料和干香料粉 加一点青花椒粉增加麻香味 锅里加两杯油 大火烧到冒烟 关火 放凉两分钟 我们来炸新鲜的香料 洋葱 生姜 大葱 香菜 这些新鲜的香料非常提香 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操作 保持中小火就可以了 炸到焦黄 变干 挤一挤 让香味都留在油里 等油温下降到190度的时候 下白芝麻 不需要任何操作 不需要搅动 等着就可以了 芝麻浮起来后 下五香粉和青花椒粉 继续等待油温下降到130度 这样辣椒粉就不会炸糊了 下红辣椒粉 紧接着点香醋 香醋一下去 水分在油的高温下迅速蒸发 像这样会产生许多气泡 红油要彻底放凉才好吃 建议大家提前一天做红油 放一晚上 让热油味散掉 红油里的各种香味也会更加融合 来炸个香脆的花生米 热锅 凉油 下花生米 保持小火翻炒 炒到表皮轻微爆开 盛到厨房纸上吸油 放凉之后就变脆了 我们来做调料水 倒蒜的时候加盐 能激发蒜香味 这个盐量是凉粉里所有的盐 所以盐一定要给够 加凉开水或者直饮水 来做醋水 香醋同样加水 稀释醋味 正好凉粉也放凉了 边缘会自己脱开 倒扣就轻松脱膜了 拍一拍 这是科技抖吞凉粉吗 说明弹性没问题 我用的是粗孔的凉皮瓜子 没有瓜子就用刀切成条 再甩一甩 韧性也没得说 上盐蒜汁 点香醋水 洗辣洗酸自己调节 淋上红油 切点爽口的黄瓜丝 撒点香脆的花生米 炸花生和芝麻特有的坚果味 又香又脆 洗到嘴里的凉粉 爽滑又韧性 黄瓜丝清凉又脆口 这一切的香脆爽滑 都沉浸在这个红油里 谢谢大家收看 有硬币的就投两个 没有的话就给这个凉粉打个分吧 我们下期见